听是听了 学是学了 没有落实在生活上 没有把我们错误的念头改过来 改过最殊胜的 从心上改 从行为上改 还改得不彻底 心上改 彻底改过来了 那就叫真干了 我们对于这个世间 一切人四五看不清楚 看到这一面 那一面没看到 看得不圆满 看得不完整 所以 许许多造作的时候 人写后面不好的 都像这个果报 这些事情 太多 太多 那用世间话来说 你的学问修养不够 你的见识不够 我们自己要不努力 怎么行呢 是非 屈直 都颠倒了 读读大臣就非常重要了 今天我们念读读大臣 还是要守住 引足他老人家教导我们 我们一定要念疗反思讯 一定要念感应片 感应片文字不多 一千三百多字 听一听要念 了反思讯至少一个星期念一遍 这叫砸根的教育 我们学佛不能没有根 帮助我们短佛修乡 改过自行 不在这两部书上下手 所有一切修学全部落空 圈进行者是大慈大悲 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回头了 帮助别人回头 这个我们在大臣经上读得太多 试出世间低等功德的事情 就是帮助别人回头 帮助别人救 恩德当中也是这个低大了 福的恩德 试出世间无与伦比 福对我们什么恩德帮助我们觉悟 我们要不切除佛法 要不读佛书 我们怎么会觉悟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菩提心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所以念佛 有界有定 这个是说出文 文是三会之音 是里头的文 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听闻着闻的 那你就把这个字搞错了 这一闻 就明了 就觉悟 这个明了觉悟 就用诗这个字做代表 所以要晓得 文是修三会 这是三个字 三是一 一二三 不能分开的 没有先后的 这个才叫做菩萨的智慧 你要把它分成三个 文是文 思是思 修是修 那就错了 完全错了 文是代表接触 眼见耳听 身处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用一个文做代表 这一接触 你就通达 就明了 通达明了 用诗做代表 这一通达 就不明了 不明就是修 所以他文是修 是一桩事情 一次完成 没有先后次第 这叫三会 我们做不到 阿罗汉也做不到 皮子佛也做不到 如果讲文是修 三个字分开 我们都能知道 所以一定要懂得 三会 那个会 你看文会 思会 修会 那个会 会是界定会之会 你智慧不开 你决定没有文思修 没有三会 智慧开了之后 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除世代人皆无 三会 我们也可以说 界定会的会 是根本志 菩萨三会 是后大志 界定会的会 是智慧的本体 三会 是智慧的启用 启用不二 这个说法 诸位就比较上 清晰一点 你概念就比较 比较搞清楚了 不可以误会 吻我名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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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